大家好,这里是要成文理人宇宙世界第一的好朋友的加密打开 我会告诉你这个世界里所有问题的答案 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 不然真的会把我弄丢哦 现在这种片开始 大家好,我是大漂亮的工具人 大家可以叫我石七 最近很多小伙伴留言问该来已经跌了95% 到底了吗?可以抄底吗? 之前在高位买的GALA现货还有旧吗? 要不要割肉? 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下这个问题 1.GALA行情回顾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GALA这波行情走势 大漂亮记得很清楚2021年上半年的阿谢AXS带火了炼油 9月份GALA在抹茶的价格仅仅是0.02美金 9月13日上线币安 最高0.14美金 涨幅700% 简直惊叨的大漂亮 去年11月 原宇宙故事席卷全球 原宇宙成为东西方两边唯一的共识 当时的Sand和Mona率先爆拉 每天都有国际大品牌购买土地入住Sandbox GALA后来在0.08美金横盘震荡了两个月之后 借着原宇宙的东风仅仅仅是半个月时间从0.08美金爆拉到0.84美金 涨幅1000% 再到后来GALA也让我们更深刻地明白了大热即大死 可以看到GALA历史连续7个月下跌 跌幅达到97% 一直跌不停歇 但是大漂亮忍住不哭 只做理性分析 二 我们来聊聊为什么GALA可以这样跌 原因一 上一波牛市投机严重 泡沫太大 特别是原宇宙GameFi相关的项目 长起来的时候它跑得最快 跌的时候它们也跌得最快 同类的不只是GALA 还有隔壁的Sand Mona都是跌幅很大 原因二 大环境不好 美元加吸缩表 全球金融市场大雄市环境下 山寨币大批量归零 垃圾项目大量跑路 GALA也无法走出独立行情 原因三 新上线的游戏未达预期 GALA作为游戏平台 在TownStar之后上线的游戏 可玩性都不及玩家的预期 例如Town Crush Spider Tank 再加上游戏项目 本身开发周期比较长 后面还有很多游戏都还没有上线 比如西部大逃杀 充满美国牛仔风 马帮和枪战的故事 听起来就很酷 但是游戏状态是一直在开发中 游戏做得慢 好游戏做得更慢 好的区块链游戏 那做的是慢上加慢 这就导致市场信心流失 用户出逃 币价下跌 原因四 最重要的一点 经济模型迫使下跌 Gala的经济模型使得Gala代币在不停地释放 Gala代币总量352亿枚 可通过挖矿每日产出 当前单节点日产约300个Gala 每年的7月21日进行产量减半 其中一半分配给创始人节点 并按照当日各节点积分数量占全网的比例进行分配 另一半则分配给Gala Games的监管机构 我们在上一期讲Gala的项目深度分析的时候 已经很深入地解释了Gala的节点模式 它的这个模式本质上是所参加分批释放 之前买了节点的用户在一直不停地产币 很多人会选择把币卖掉 这就形成了更大量的抛盘 具体想了解Gala的经济模型的 可以回去看看大漂亮的这篇视频哦 当时的大漂亮可真是可爱啊 这是大漂亮画的一个简单的草图啊 非常好 但是逻辑基本上已经包含其中了 那大家听完我讲Gala这个项目的这个逻辑之后呢 应该会对Gala这个项目方的模型设计会非常佩服 原因五 入场门槛高 游戏玩家不够用 打开官网可以看到 想要参与游戏 需要购买一个英雄盲盒 单价24212个Gala 大约为1400美金 初始盲盒总量1万个 当前已售4227个 还剩5773个未售出 这用户真的太少了 最后 我们来聊聊Gala还有没有投资机会 这个问题的本质应该是 Gala还有没有可能有自己的独立行情了 因为如果Gala没有自己的独立行情 在熊市 我宁愿选择分批买入主流币 原因是 一旦行情反弹 主流币也有很大涨幅 如果行情继续向下 主流币也比较抗跌 所以买主流币更稳妥 那我们来讨论下 Gala什么情况下可能有独立行情 那当然是出现一款爆款游戏了 现在Gala平台出现的问题 主要是没有新玩家入场 老玩家接不住买盘 如果有一款新的可玩性很强的游戏出现 那就能很快地活起来 毕竟Gala平台还有当年积累的很多用户基础和名气基础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Gala面临的挑战 现在的市场环境不同了 行业里面已经出现了很多正在开发的3A级别的大制作游戏 还有很多项目背靠游戏大厂 一流投资机构 也都虎视眈眈盯盯着GameFi这块蛋糕 Gala面临的竞争压力也比之前更加剧烈 也许半年之后市场将会掀起一场激烈的用户争夺战 到时候Gala不知道还能不能脱颖而出呢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对了 记得给诚诚恳恳的时期点赞 评论哟 不然主人大漂亮又要怪罪我了 打开小铃铛也能第一时间获取时期 为你整理的区块链快讯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视频里面用到的所有参考资料 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收明里 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帮到你 如果你想更快地找到我 不要忘记关注我的Titra Titra链接也在视频下方哦 好了我的朋友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